提到海里的顶级杀手 各位会想到什么 巨大 凶狠 魂天灭地 但是 还有一种鱼 虽然身长不足半笔 却让刚才的几位重量级选手 都不得不忌惮 它袭击迅速 破坏性极强 甚至还曾单枪匹马 咬坏美国潜艇 这里是万物灵 欢迎关注熊探长 在你探索有名万物 它就是 拿磨砂 大家是不是经常会看到一些图片 关于这些伤口 通常认为 是经在捕食乌贼鱿鱼时 被这些动物腿上的鸡盘 吸出来的 确实 鲸上的大部分 通常都是这么来的 可是 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 就能发现 这其中的很多圆形伤口 与那些被鸡盘吸出来的伤口 有可能的大部分 而且 不仅是鲸 在海狮鲸鱼 跟许多其他海洋动物身上 都有不少类似的圆形 或半圆形坑洞 可是 它们的食物并不是鱿鱼 连小的吸盘伤口都不会留下 更别说巨型鱿鱼的大集盘记号了 因此 这些海洋生物身上的坑 一直困惑着生物学家们 一些人认为 这些伤口是藤湖 海奇塞曼留下的 但是 鲸鱼等动物的游素都很快 而且表皮又非常光滑 藤湖什么的根本齐心不上去 除此之外 伤口的类型也对不上 藤湖虽然可以在身上 留下圆形的伤口 但这些伤口都很 而且 会带有放射状的线条 海奇塞曼造成的伤口 虽然也是圆形的 但也比较浅 形状也对不上 那么 在这么多动物上 留下同样的伤口的 究竟是谁呢 达摩沙 达摩沙有三个物种 其中 雪茄达摩沙最为常见 也是我们接下来介绍的主角 雪茄达摩沙 主要分布在热带 和亚热带的海域里 白天生活在 一千米处的深海 到了夜晚 就会浮游到海面附近觅食 一开始 大家没怎么关注 这种伸长不到半米的鲨鱼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美国海军 数艘潜艇的 声纳导流罩的 绿钉橡胶层上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 圆形或半圆形的坑洞 里面的油开始流出 导致潜艇无法正常航行 被迫返回基地维修 经过人们的观察研究 这才发现 暗犯 就是雪茄达摩沙 对于他们来说 咬坏潜艇 轻而易举 直到在导流罩外层 加装玻璃纤维后 声纳漏油的问题 才没再发生 不仅是军用设施 雪茄达摩沙 也经常攻击海洋学的设备 与电信缆线 这就是海底电缆等设施 都会包覆上一层 玻璃纤维的重要原因 而且 别看达摩沙的个头 算是鲨鱼中的矮子 它们却是海洋中 顶级掠食者的掠食者 达摩沙的尸婆 包括各种鱼类 和海洋哺乳动物 甚至大白鲨和虎鲸 都在它们的菜单内 它们就像海洋版的蚊子一样 让各种海洋生物 无可奈何 达摩沙强大的攻击技能 依仗的是特殊的身体配色 和口腔结构 先讲讲它们的颜色 首先 它们的腹部 含有一个发光器官 这个器官叫做发光器 发光器里 居住着共生的发光细菌 它们身上 还有一块黑色色块 这是一圈没有发光器 色素沉着的区域 发光器和黑色色块组合起来 能够模拟鱼 或发光乌贼 从而吸引猎物 它们还会聚集成群 集体行动 这些成片的 类似于鱼群的光斑 对于海洋中的律师者来说 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猎物一上当 就到了雪茄达摩沙的捕食时间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嘴巴 雪茄达摩沙的上颚 有30到37颗密密麻麻的牙齿 下颚有25到31颗 三角形的大牙齿 这些牙齿互相交错 成牌运动 但也常常成牌掉光 不过 雪茄达摩沙 通常会把牙齿 吞回肚子里 以此来回收牙齿中的矿物质 在攻击时 它们用自己的嘴唇 和上牌牙齿 吸住猎物 头部制造出低压区域 下配牙齿 配合着周围的低压状态 在猎物的肉上切割 一边切割 一边旋转身体 因此它们造成的伤口 是圆形或半圆形的 而且经常深达5-6公分 至少需要 两到三个月的时间才能修复 如此狠辣的攻击 对于海洋生物来说 可比蚊子包要致命多了 可怕的是 对于海洋生物来说 被达摩沙咬 是它们的日常 海洋学研究者发现 在新西兰出没的 148条蓝鲸中 96%被达摩沙咬过 1963年 在南非捕京站 观察到的 226条成年塞鲸中 平仅每条鲸身上 出现了超过40个 达摩沙咬痕 在夏威夷附近的布式中汇晶 和科式汇晶的身上 则分别平均有120个 和290个圆形咬痕 即使是速度更快的硬骨鱼 也不是达摩沙的对手 2010年 一位海洋学家的一项研究发现 平均一条箭齐鱼身上 有5个以上 雪茄达摩沙咬的口子 更可怕的是 因为雪茄达摩沙 在夜晚会从深海游到水面 所以人类 也可能会成为雪茄达摩沙的猎物 在一些海洋中的尸体身上 有时就会发现达摩沙的咬痕 而且 不仅吃人类尸体 活人 他们也敢下口 曾经有两位游客 在夏威夷游泳时 就遭到雪茄达摩沙的袭击 不过别担心 这种活人 被雪茄达摩沙袭击的情况 很少见 截止到2018年 全球只有4起人类 被雪茄达摩沙攻击的势力 而且这4起 都发生在夏威夷 你可能会说 达摩沙能吃顶级掠食者 但他们 也可能被别的鱼吃啊 这 就是达摩沙更神秘的一点了 因为 谁也不爱吃达摩沙 在文献记录中 达摩沙出现在海洋动物的 胃里的情况 只发生过一次 因此 他们的数量很多 属于无微物种 并不需要人类的特别保护 迄今 人们对达摩沙的了解 还没有很充分 这种海洋猎手身上 还有着更多秘密 行了 听了熊探长的解释 不知道大家对着达摩沙 有了多少了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私信 说一说你的想法观点 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 你的关注 将会是熊探长探迷的最大动力 咱们 下期再见